我就想给你敲个警钟 时间关键重要得很 干你们这行的要是老迟到 别的客人肯定会投诉你们的 投 投诉 这就是你开的车 就是这辆 不对吧 我订的应该是辆商务车 什么商务车 我就知道 你们这地北 往上承诺做得好好的 一见面就打折 我告诉你 车必须得是商务车 酒店飞五颗星的握开不住 你耽误时间你怎么弥补 是不是搞错了呀 你 你是 江坎 夜晚星空的闪耀 像你脸上的微笑 和你胡闹 熟悉的街角 专心开车 闭远的眼睛 让我声闻颠倒 我们相遇的那一秒 那个江坎士 今天实在是不好意思 上天等了这么久不说 我还把人给弄错了 主要是之前我舅舅说 你是他朋友 所以我想着 舅舅的朋友 怎么着也得四十五 没关系 总是他拥挤 这水马龙 让人很着迷 您是自己来江夏这边做项目 有没有魂啊 要不我回头带你去逛一下 有时候人 不用 这样 这还怎么往下聊啊 用首歌缓解一下吧 这还不空气突然安静 江博士 请进 您穿这双吧 新的 打招呼啊 除着干嘛 江博士 这是我弟 听吧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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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博士 我带你参观一下房子吧 帮江博士把箱子淋上 给我 让你接舅舅朋友 你从哪儿给我拐了个 这么年轻帅气的姐夫啊 江博士 这边走 这边走 厨房呢是半开放式的 比较方便 设备 基本也算比较齐全 你直接用就行 还有这个冰箱 上面冷藏下面冷冻 很方便吧 厨房这边大概就是这样 我们去看看客厅 客厅这边的话 我们专门放了绿植 想着对身体比较好 你看这个电视啊 它是高清的 4K画面 哎 听到哪儿 你是往前相见的吗 咱们都被我伟练 哎 江博士 你别介意啊 我姐她就是这样 落里巴塑的 起热饭去 凭什么样 一 二 来 客厅这边呢 差不多就是这样 咱们去看看卧室吧 走